现在对柯文哲来讲最麻烦当然是金华城 而金华城我们知道现在已经约谈了11个都省委员 还有包括很多三十几位的市政府都发局的这些官员 结果你说他们之前恐怖在场 现在对柯文哲讲最不利是 他们都做好了自保措施 你在我们节目曾经讲 他们现在的title叫做奉交相 也就是所有的公文都对柯文哲非常不利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公文就是 金华城当时本来在107年 他的允建楼地板面积的这个诉求 已经被当时的都委会否决了 而且金华城提起诉讼 所以照理说这个诉求 应该已经是台北市政府的拒绝往来户 那金华城曾经透过律师来跟台北市政府说 我们来合一合脚吧 可是自动都发局是很坚定的不要 而且上了一个公文给柯文哲说 不可以和解 如果和解的话 会显得我们政策反复 而且有徒利之嫌 但是柯文哲后来还是收下陈景信 而且要求都发局 必须要提送都委会去研议 结果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都发局到底是故意的 或者是真的好心要把credit做给柯文哲 在发函给业者的时候 这个不是内签哦 这个是发函给业者 跟他讲说会提都委会 通常只会说好了好了我们收到你的陈景信会提都委会 但是这一封发函特别跟业者讲说 奉交下贵公司109年3月17日 金字第1093007号函办理 意思就是跟业者说 你这个陈景信是奉交下上面交下来给我 我会办理 所以他还跟业者讲说 有啦市长交给我们了 我们会办理 同时也留了一个公文记录就是 我们今天会办理这一个函 会提送都委会 是因为市长交办下来 上对下交办下来的 所以从这边来看 其实公务员一开始 我觉得他们就有一点警觉性了 重点在于你对这个案子到底有没有 第一个指导 第二个指示 指导当然有啊 因为本来这个案子已经不能在都委会讨论啦 你要求进都委会讨论啦 有没有指示 你三次的会议 一次比一次要求来的重 到了第二次会议 他们金华城的容积率 在对价性跟事法性卡关的时候 有很多委员有意见的时候 柯文哲直接要求 都发局你必须给我负责任 你要当PM 你要积极协助 竞速 这三个关键词加起来 就是三道加索 不但要协助 而且要竞速 而且要积极 又不行 第三次会议 直接把彭正生抓来 彭正生你要给我直接当PM 你要给我直接负责 所以三次的会议 其中两次没有彭正生 只有黄珊珊 很奇怪啊 不是说跟黄珊珊没关系吗 那为什么前两次 只有黄珊珊没有彭正生呢 第三次因为逼得 要把彭正生压下去处理 所以第三次终于有彭正生出现 我们知道金华城案 已经列为贪污赐罪条理名的他之案 现在柯文哲已经被列为被告 你会觉得那就是检察官在办吗 可是重点是 你要看到台北政府的态度 你要看到台北市的资料 台北市的态度跟资料 是不是真的可以入柯文哲于罪 那现在 以前台北市政府 对这个都会议我抹声 以前台北政府 根本不愿意公布这些资料 可是现在都已经把 这些资料给公布了 甚至公布的时候 他说是由柯文哲前市长 亲自签合决行 公开展示的个案清测 关于清测里面 这个西部内容 更可怕的是 这里面创造很多的尾仪 而这个尾仪都是柯文哲创造的 而这些尾仪 都有明显的图利事实 本来跟过去台北市政府 一直担忧说 我如果办了柯文哲会不会也损集到 我自己底下的公务员 现在他们已经不管了 真的出重拳 为什么 出重拳了 因为清签这两个字 根本不是简苏培讲出来的 请问一下是谁讲出来的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份文件 你仔细看喔 台北市政府直接说 柯文哲清签 决行 而且个案清测 共贵席参考 换一次我直接跳楼大拍摆 把所有柯文哲做决策的证据 做决策的过程 通通提供给谁 之前柯文哲是讲说 那跟我没有关系 那是经过很多的 都发委员会的审议 那有专案小组的审议 甚至有都委会的这个审议 跟我哪有关系 可是今天看到台北市政府 都发局提供的资料 很明显是柯文哲前市长 亲自签和决行 而且简苏培 还一个一个系统跟你听说 到底他亲自签什么 我跟各位讲 直接就一句话重点 没有柯文哲 就没有金华城隆基案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他是亲自由民间所送的都更案 或者是什么可能 可以打电话给电视市市长说 我家想要都更 我家想要增加农机 马上就给你讲 所以这是唯一一个 再第二件事情 他也是唯一在任内 替这些我们讲的金华城 召开专家学者咨询会议 换言之 你送案第一次 都要去伯伟也不过 对不对 宝人跟着怎么干嘛 我找老师来教你 我叫委员来教你 以前台北市这些都更案 或者这些这个案 没有民间机关提送的 都市计划变更案 对 是唯一的 柯文哲任内唯一 由民间机关提送的 都市计划变更案 换言之 白话文是什么意思 我今天私人的公司 我想要都更 然后我送进去台北市政府 结果市长亲自帮你安排服务 我市长当专员帮你接待 帮你处理这个案件 而且过程当中 你如果不懂 你如果不会 我还吵专家学者来帮你护航 所以你看 整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仔细到一个点 每个时间点 柯文哲都有盖印章 柯文哲都有签名 包括他接受到进华城 包括到后来 总的要求都发局召开 我们讲的都委会跟都省会 包括到后来的 甚至亲自的公告公站 全部都有谁 都有柯文哲的签名 所以宝洁哥这件事情 柯文哲要跑 根本不可能跑得掉 而且刚刚讲的 他说这个 我觉得台北市政府 讲的非常非常的仔细 他这么讲说 这所有的东西都是唯一的 而且你特别找了 学者专家咨询会议 搞到半天其他 都没有这种待遇 当然没有 为什么 因为其实彭震生 讲了一句大白话 他说如果今天呢 要送到都发局去都省会呢 一般的官员 一般的市府官员 根本不能够要求说 我要他送就送 换言之 这应该是由整个我们讲的 都发局或者是说 整个主管机关自己做判定 但请问这个个案是这样吗 不是哦 是柯文哲交办说 请都发局来进行 审理这个案件 而审理之后 保留哥你知道都发局 第一次做什么裁定吗 驳回 他说这案件 根本不符合都跟调款 然后我怎么帮你审 结果后来柯文哲说什么 好不符合是不是 我让都清华城再送一次计划 而这个计划这一次 需要你都发局找专家学者 也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唯一的知询会议 好好的教他 跟他讲怎么送 跟他讲怎么处理 最后面反而言之 这个叫什么 我就是要让他过 我就是要让清华城过 可是之前彭正生不是怀慢 他们讲嘛 这个所有的负责要谁 是彭正生负责 因为他是都发会的 这个都尾会的所任委员 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彭正生之前白指着 他说那个他有人讲 暗示是柯文哲叫我的 做的 可是彭正生没有 我没有把责任 推给柯文哲啊 彭正生有 他讲两件事情 最关键 彭正生有推给柯文哲 对 我跟你讲 他跟减苏培那叫唱双 为什么 因为减苏培第一时间讲说 彭正生说东西都是柯文哲签的 彭正生马上跳出来否认 那宝贤给我请问一下 如果没有减苏培这一枪 如果没有减苏培这一炮 请问一下彭正生 会接受联合报的专访 有办法接受媒体专访 把整个事情讲清楚吗 他最近都没有接受专访 当然没办法 他最近都没有讲话 他突然跑出来讲话 因为你自己突然讲话的人 叫说 你有畏罪嫌疑 这是很不可情理 所以彭正生讲了两件关键事情 第一 他说这件事情之所以能拍板 是因为有一个叫做 最高首长的行政裁量权 那请问一下保留 最高首长行政裁量权是谁 那就柯文哲啊 他等于把一个锅都推给柯文哲 先生 你要讲 你说我推给柯文哲 说没有 我没有讲柯文哲三个字 可是 我有讲最高首长的裁量权 再第二件事情 彭正生在把这个锅推给谁 他说 我已经讲 这个案件我根本不清楚 那我后来怎么知道呢 我是因为看到结果 就是都已经审完之后 我说 这个有符合都市容积奖律要件吗 感觉没有符合法律 都发局才回复 我说 是都发局处理的 而且是柯文哲交办的 而且最后还说 如果这个审议的过程当中 一切结果要用柯文哲拍板 所以彭正生 他等于刀切豆腐两面框 一下推给柯文哲 一下推给柯文哲局 都跟他没关系 但不重要 为什么 因为很显而易见的 如果这个金华城案 从接收这个案件 到审查这个案件 到最后拍板这个案件 都是由柯文哲 一个人做主导 那我请问一下宝杰哥 他能脱得了关系吗 脱不了 当然脱不了关系嘛 可是他讲说 跟我没有关的啊 对 我想法律哥最妙的在这边 你知道吗 柯文哲其实在2011年 2021年的时候 11月11号 那个时候也接受到咨询 但有趣的是什么 事实上金华城这个案件 是在2021年10月份 就已经通过了 换一次那是通过隔一个月 你知道那时候谁咨询他吗 苗伯雅咨询柯文哲 就你知道柯文哲说什么吗 我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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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我一看到这方面 他说我都不知道 好好笑 案件你接收 你接收挂号的 他说我不知道 然后呢 明明是你要求召开读审会 我不知道 明明是我们讲的 你拍板说要公关公展 最后是你拍板定案说 让金华城 容计奖率可以到840% 当下隔一个月他说什么 我不知道 所以保安该请问下这叫什么 死地无银三百两 就做贼心虚嘛 你不然你就直接大大方方 如现在讲的这个案子没有问题 就我主理的啊 彭震处理都可以 为什么当时柯文哲说要都说不知道 这个就是明白的在说谎啊 因为这个时间点各位 11月11号案件是11月通过 换言之如果全程柯文哲都有参与 都有盖章 他怎么会不知道 他应该说我知道 这个苗博要委员 苗博要议员 你讲错了 这个案件不是想你讲的这样 他是用都市条例的什么 三项容计创色奖励等等的 他应该抑正延迟的博士 结果没有 所以很显一件 指出一件事情 柯文哲从头到都知道 这个案件有问题 当下用骗的 现在用凹的 但准备进去里面面对检调 你恐怕解释都解释不清 柯文哲这个新华城的案子 虽然检调已经把它列为所谓的贪污 治罪条例的他之案 可是真正关键干嘛 台北市政府到底要不要把资料弄出来 要把事情给你清楚 第二个就是 这个最关键的人物彭正生 你到底要不要一坚承担 还是你要去推给柯文哲 那当然之前 他跟减苏培之间有一些 这个所谓的矛盾 是不是讲 我没有去推给柯文哲 可是你的治理行间 都是上面交代的 跟你没有关系 你的上面只有一个人 那个人就叫做柯文哲 好 那庙就在这里 现在难道台北市政府 现在彭正生都已经转变 都要跳船 然后这个跳船 这个转变 对柯文哲非常不利吗 是 有可能柯文哲 这最后的一根稻草是什么 就是蒋舍府丢出来相关的公文 我问你 彭正生说 他跟减苏培讲的这些东西 但是真正有杀伤力什么 就是盖的那个章 那个章一出来之后 人家发现说 对耶 虽然彭正生说 我没有说柯文哲亲签 但是是谁盖的那个章 不是就是你柯文哲吗 如果说这公文没有出来 还陷入好像 你公说公有理 婆说又婆理 简书培讲的到底 是不是言过其时 其实还不知道 没有想到那个公文一出来之后 不是就实打实吗 从头到尾 其实彭正生是讲了说 我没有讲亲签 但是他意思就是说 谁拍板定爱 谁决定 当然就是柯文哲 而且刚才讲的 彭正生现在的态度为妙是 第一个 他已经愿意 他本来是不要去 这个所谓的市议会的 专案调小组 现在他要去了 而且这两天我们也听到了消息 现在检调单位其实已经有动作了 检调单位其实已经约谈了周边的人了 大家都已经感觉到 那个杀戮的味道了 当彭正生首先主动打电话给简书培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某一种程度上 他已经要丢包柯文哲了 本来过去这一段时间 大家都没有提到彭正生 而且彭正生为什么 我们忽然之间打电话给简书培 是不是看到了所谓郑文燦的案子 是不是发现这个郑文燦案子被押进去之后 下一个大家在讨论的就是柯文哲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是因为大家都说 诶那个郑文燦被押的时候是他生日的时候 当时柯文哲生日就我们知道嘛 就昨天还前天就过了 但你要知道彭正生打电话给简书培的时候 是柯文哲生日还没有过的时候 所以换句话说彭正生是不是也认为 柯文哲他可能被检掉约谈的时间 已经进入倒数计时 这个时间点他代表什么意思 我有意愿 我有意愿从所谓的你们本来把我 只认为跟柯文哲是异我的 我现在要到意愿讲清楚 到意愿会讲出你再把什么意思 我愿意变成证人 我觉得他在某一种程度上是对检调 释放出这样的讯息 你如果来约谈我 我会坦白重宽 而且你说彭正生这种就是老公户员 这种老公务员其实 他们都早就做好防护的措施了 是还记得那个李树德 他到底为什么会被判一审有罪吗 就是因为他盖了那个章 签了那个公文 结果后来他就说上面都已经弹好了 然后就盖了这个章 所以彭正生很清楚地知道 章不能随便盖 所以为什么到最后 这个是柯文哲盖了那个章 因为彭正生说 这个东西有语法没有据 所以这个要由最高的行政首长来开办定案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彭正生 真的是老狐狸 所以彭正生那个时候 叫柯文哲去盖那个章 他已经把责任卸掉一大半了 是 他其实就是以退为继 以说你是最高行政首长之谜 让柯文哲在这个地方上化压 所以这个章一盖之后 柯文哲再也逃不了 而在这种情况 其实我认为彭正生某一种程度上 在那个北市府期间 他应该是有点投其所好 他认为柯文哲应该是 想要跟金华正这个部分 进行某一种就是合作 但是呢 他最厉害的就是其实 他投其所好的情况之下 他又让柯文哲在这个公文上化压 所以现在变成柯文哲 你要甩都甩不掉 而且最夸张一件事情 这样被人家发出来 哎 竟然在2021年的2月的时候 谁变成都发局局长 黄一平 黄一平这个人是谁 他在2020年的8月到2021年的1月 他都是中工的董事长特助 那我请问你 中工跟金华成是什么关系 同一个老板啊 对啊 所以换句话说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这个老板的这个公司的董事长特助 在你们这个都发局还在那边弄那件事情的时候 他本来是这个特助 结果你突然之间过了一个年 这个特助就变成是你都发局的局长 而你们都发局手上最大利益的案子是什么案子 金华成 就是这个集团的案子啊 所以那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什么叫瓜田里下 你现在不仅没有跟财团切割距离 你还把财团里面的董事长特助 让他张开大门 让他直接坐证在你台北市政府里面的都发局 虽然黄一平他现在出来说明 他说我从那个当都发局之后 我再也没有去关心过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你去看我的公文 我都请假啊 我都没有出席了 都请假 他说我都请假 他说我唯一 那不就此地唯一三百两毛 对 所以呢 他说我唯一有 我唯一有在公文上盖名的是 盖章的是什么 是2021年9月 后来因为整个都委会都已经通过了 所以我是依法公告 结果人家现在议员出来讲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很奇怪吗 因为你明明是都发局局长 结果这个案子你从头到尾都没出席 后来搞老板前原来 天哪原来你就是金华城里面 相关集团企业里面董事长特助 然后你摇身一变 竟然从利害关系人 变成是阻绝这个案子的主要所管 生啊是你 跪啊是你 那这个柯文哲把这个黄一平 变成是你台北市政府都发局的局长 不是某种程度上 也是跟鬼拿药铁吗 到现在黄一平还是 讲外安知事政府里面的公务局局长 所以我觉得里面千丝万里的关系 真的要出来讲清楚 好 现在台北政府回复了这个什么的 次议会有关于这个金华城 专案调查小组 这个公文 真的自怪重要吗 要提出的两个文意 第一个他确定是由柯文哲倾迁决行 第二个是他有两个唯一 一个唯一是是柯市府时代变 唯一由民间提出来的所谓的都市计划变更案 第二个就是唯一由柯市府任内 这个案子还特别召开了专家学者的研讨会的 老杰哥 重点在这里 因为整个事情爬出到这里 我们就要去追究那20%的融机奖励 到底为什么给 很简单 因为观众媒这事情可能对一般的观众媒来讲太复杂了 就是柯文哲有没有涉嫌图利 就在于他给金华城最后多出来那20% 因为金华城最后拿到了840%很高 那大家就想说为什么那么高 不是只有390 1200 1200 好那倒回这个工业用地变成商业第三用地的时候 392变560 在郝龙斌时代的时候不能再高了 可是呢 郝龙斌认为你1991年取得用地的时候只是392 他连560都不给 所以呢他只是锁死在392 因为金华城要重建嘛 他觉得说经营不散 我要盖一个金华广场 本来是金华城 但是呢 柯文哲不但让他恢复到560 他两阶段 他在第二任期就是2018到2022年这一次呢 他还让金华城 他的重盖金华广场拿到840 那840里面 30%是金华城出钱买的 我们就不讲了 就讲这20% 20%是政府给他这个特殊任性城市的20%的容积奖励 是开这个都省会做成的结果 但是问题是 保险哥这很清楚嘛 金华城是自己拆的 他并不是围老 所以不符合都根条例 所以金华城是用民间刚会在讲 他自己送了个计划以后 政府开会 然后给他通过 然后关键来了 我把时间讲清楚了 2021年11月11号 那一天苗博文哲就想说 就我刚讲的嘛 这也不是围老 这也不符合都根条例 为什么市政府你给他这么多荣誓奖励 要到840% 多给的这些20% 谁决定的 柯文哲在现场 大家可以去看那个网络上的影片 不知道 对对对 就在这个影片 来导播谁来看 有没有 他问他说你看 这个又不是围老 也不是都根 你怎么给他 我不知道 好那柯文哲当时的说法 现在留下了会议记录嘛 台北市议会当中当议员询问 为什么给这20%的时候 柯文哲前市长他的说法是 我不知道 但问题是现在简术肥去跟 不是好龙 对不起 蒋万安市府调出来的资料 他讲说 这个都是柯文哲亲签的啊 那你亲签的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所以给这20% 可能会有途地的问题 可能我们现在不敢讲史 但是刚刚那个画面 那你既然 2021年阿苗问你的时候 你说你不知道 为什么现在简术肥找到的公文 里面市政府回复是说 是你亲签的 所以你是你亲签 亲签决心 对那你既然是你亲签 你就不会不知道 因为整个市政府 柯文哲的八年 只有这个case 是由这个金花城 常常自己送过来 要增加20%容器奖励 另外买30% 这么大的一个case 市长你到底是知道 还是不知道 一开始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是你今天这么盛大的 做了一个记者会 开了一个记者会 把所有的锅丢给了 这个会计师 怎么可能说会计师都不知道 你怎么可能事先没有讲好 按照刚刚吴总讲才知道说 在讲的时候 本来以为说 我今天送到监察院 我是可以拿回来的 我是可以做修改的 那最多就是一个行政书师 行政书师没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他怎么千算万算 没有算到说 海北地检署 今天一大早 检察长王俊立 就开了专案会议 而且召开专案会议的时候 马上就分岸了 给天下第一组宗主 而分岸宗主有什么了不起 老板 我看这张图 原来这恐怖的不是说 我今天台北地检署一动起来 台北地检署一动了以后 我就可以查什么 从这个上面 我就可以查总部 我就可以查 你跟不可公司的关系 我就可以查 你跟时间的关系 我就可以查 你跟中航公司的关系 我一进去 就全部都可以查了 也就是因为 台北地检署一动了以后 木可公司马上发声明告 我不干了 我要收起来了 我要把所有的钱 都捐出来了 因为老板哥 原本我们讲 柯文哲以为想说 哎呀 这只是行政流程呢 我们安抚安抚会计 是让他去扛这个杯锅 当个傻蛋 反正就结束了 重新干改了没事嘛 但你知道北姐进入之后呢 完全状况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第一个你知道王俊立是什么人吗 他是戴罪 急着要立功的人啊 大家都懂了 郑文灿都砍了 就你北检柯文哲办不下来 林俊杰都出来骂人 所以你看今天异常积极 彭震生也约了 马上我们主动 切入申办 就是要查柯文哲这件事情 而且他弄得很聪明 为什么 卫造文书 卫造文书 我有点问法律哥 请问一下 你这个沉岸基础多高 我跟你讲好不好 百分之一百 但卫造文书根本不是重点 为什么 因为当我卫造文书之后 我是不是开始侦查 要怎么样确认 你是不是卫造的呢 我可以查你木可公司 五百万T恤金流是不是真的还假的 一千三百万授权费 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连你装红费我也可以跟你查 生动创意 你为什么跟这个电台 汇了两千三百六十五万 远远超出一般的行情 那价格 做广告也没做那么贵嘛 你要跟慈乐现在有假发票 我可不可以一个来一个一个查 可以 但我问你查了之后 为了干嘛 不要砍了 我开花嘛 查了之后 哦你这个有问题哦 不只是卫造文书 我再帮你加一条背信 查之后发现 哦你这个有问题哦 政治现金法相关的违法 我可不可以加下去 甚至更严重的 会不会涉及到诈欺 全部一案一案 他可以一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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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去嘛 这时候是不是可以办大的 办大的之后可以干嘛 可以把整个民众党 各位啊 因为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只有李文娟而已 不是 李文娟是当中的核心要角 你知道为什么 今天民众党不敢让李文娟出来吗 因为从头到尾 我跟讲李文娟 根本不是一个重点 他充其量就只是一个带违行私者嘛 搞不好很多决定 我访问一件事情好了 这些金流 你觉得是李文娟一个人 可以决定的吗 不是 当然不是嘛 我们讲最少有黄珊珊嘛 最高可以柯文哲嘛 从李文娟这家伙 只要我北检 哦 卫招文书我约谈你 你会不会一个咬一个 一个往上 一个往上 那请问一下 黄珊珊咬不咬得到 咬得到李文中咬不咬得到 咬得到柯文哲也咬得到 你全部的我都咬得到 所以对北检来讲这个叫什么 一个破口单点突破 炸弹开花 我全部人每一个 我只要透过我一招文书案 我今天积极表现 搞不好我王敬立 有机会带罪利公 就可以留下来了 所以王敬立这一招这么狠 而且刚才讲的 他现在已经做了一招了 他今天已经约谈了彭震生 那你看到彭震生 原来已经瘦了七八公斤 瘦了七八公斤 你刚才讲的无保智慧 无保智慧 他已经全都糟了 所以王敬立这家伙 有教化之可能 你知道吗 教的会 为什么 因为先前被骂过一顿之后 你仔细看彭震生 这个东西多厉害 第一为什么叫做无保 我们讲无保 就把他限制出入境 就可以让他回家 代表说他把所有的案情 都交来清楚 因为宝贵哥 我们再看一次彭震生 这个下这个样子 骨瘦如柴 这个叫什么 吓死吗 先前胖成这样 现在变成这样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 王敬立的态度很清楚 我今天不管是你李文娟 不管是卫照文书 不管是你彭震 我只是要对准一个人而已 这个人叫什么 柯文哲 就对准柯文哲吧 精准打击目标 因为我只要你交代说 包括行政财阳权 你提供我证据 到底怎么样判断 到底怎么样的证据 证明说 真的是柯文哲 拍板辛华城这个案件 包括相关的突发局 是不是柯文哲要求送件之下 你把案情 只有这种可能 交代清楚 我才可能无保 就让你回家嘛 否则我谁跟他玩干嘛 我一定把谁压起来 把你彭彭彭彭彭彭彭 但现在有文讲 为什么不用压了 他都吓到瘦成那样子 什么事情都讲了 干嘛要压他 所以很显然的 下一个 不管说是 我们讲 木可这个假发票案 又或是柯文哲 在彭震生 在精华城角色案件 很简单 王俊丽 北检 下一个要找的人 绝对是你柯文哲 好 瑞德 我们来讲这个世界虚虚实实 开机者会是虚的 跟开机者吵架是虚的 只有一个是实的 什么是实的 检察官手上的刀是实的 所以呢 那么从这些事情里面 让我们喊一声口号叫做 义无反顾骗一次 就是这样子嘛 各位 今天民众党 他们送到监察院去的 相关的这个账策呢 就是假的 就是做假账 我不管你是谁做的 我不管你这个是 会计师自己做的 还是谁说是 我不管 反正你送上去的 就是假的不是吗 你就在做假账嘛 所以呢 义无反顾骗一次 至于是谁骗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啊 除此之外呢 上个礼拜二 我在本节目 那么独家揭露 已经检察官约谈了 台北市政府一些相关的官员嘛 然后还有包括 那么都省会的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 反对的这些委员嘛 今天直接把这个 前副市长彭正生约来 对 你知道今天约来 没有做这个所谓的 交保强制 交保啊 这些想强制处分的动作呢 但是呢 他做了一个检察官 做不寻常做的一个动作 做什么 他让他赐回嘛 我们以前常讲赐回 就把约谈三个小时回去 对不对 他做一个动作 做什么动作呢 他把他限制出境 出海 还有限制住居 你知道这个表示是什么吗 表示什么 表示我有船 你有来 你没跑 很好 所以我不给你交保让你难看 不给你这个等下收益难看 但是我怀疑你会弃保险逃 所以呢 我就直接把你限制出境 限制出海 你知道吗 连小琉球都不能出去啊 所以也就是检察官认为 彭正生 我有记得没有错的话 上礼拜我也才在本节目讲 这个案子已经出现第二名被告 对 就是彭正生 那么事实上呢 他会把他列为第二名的被告 还对他做出这样的一个 限制行动的 这个相关的 这个的处分啊 表示下面的这些巩固 都做得差不多了 也就是那么有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见解 跟你柯文哲所讲的 跟你所说的 他们都是 这个经过 这个都省委员同意 错 包括台北市政府的官员 包括这个基层 包括这些什么科长 包括这些都省委员 都有一大部分的人 是反对的 反对了半天 还是过了 那请问一下 彭正生今天没有被受押 对不对 也没有被交保嘛 所以表示彭正生 并没有自己站起来 是我干的 是我同意的 是我主导的 没有 没有的话请问一下 那下次要约谈谁 下次就要约谈彭正生 嘴巴所讲的 最高行政首长 绝对不是行政院长 绝对不是市长夫人 就是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所以呢 那么当柯文哲不是深圳那天 门打开看到外面有两个女生 吓了一大跳说 怕检掉上门 我问你嘛 为人不做亏心事 半夜敲门 信不惊 经过今天这么多事情 我想这几天 柯文哲可能很难睡得着 为什么 因为随时真的会来约谈了 但董事长 我们要看 柯文哲是对人性充满信心 他说他的一生中 充得满了各种挫折跟大击 被制的阴谋论启发 他宁可相信 来自人性的惰性 这是便宜形势造成的 他说我们要从错误中学习 用最高标准 自我要求 我们要痛定思痛 持续进步 不要让支持者失望 更不可以 不可以让挫折击垮的 台大医学院教授 写这个文章 算是 这个还算是普通 这是道德文章 但问题是 回到现实的司法问题 我觉得今天雨萱跟 讲到那个 刚刚关键话在哪里 今天就是这个 木可公司出大事 木可公司把四千万要 把它拿进去做公益 很简单 那现在就检察官会问 李文娟 他在负责人 或者李文娟会咬他哥哥 就说请问你们 这个四千万的所有权 到底属于谁的 很简单 你如果不诚实招来的话 我就把你压了 检察官很容易问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现在就呼吁 北俭一定会问这个问题 他谁可以处分这四千万 你把它处分掉也没关系 我就问你 对不对 这个所有权属于谁的 这个公司的真正的老板是谁 我就问你一句话就好 请问你 李文娟有没有吴子家这个勇气说 不可能嘛 李文娟一定会咬嘛 谁的 柯文哲嘛 是柯的吗 当然是柯文哲啊 他为什么 这个都一定是 我这样讲 假设好了好不好 李文娟或是李文中 只要承认 在北俭做笔录 四千万是柯文哲的 那柯文哲是变成 柯文哲变成什么背景 我告诉你 这就是背信侵占伪造文书罪 为什么你知道吗 它是党主席 A党类的基金 给自己的公司 对不对 因为背信关系就委任关系嘛 你怎么可以把你 因为他的党内的资金 有两个来源 一个叫做总统竞选经费账户 一个叫做政党捐献账户 它的规则就是把一百万以下的 通通都归到去报 都算是小额资金 一百万以上的 归到他的党部去收钱 那这两边总共A的四千万进来嘛 A的四千万进来 到底现在要捐掉了 捐掉没关系 最后检察官还是问嘛 是谁的嘛 最后一定会承认 没有人为了 因为你这个是背信罪嘛 为什么背信你知道吗 因为李文忠今天在记者会上 讲了一句重要的话 他说我是民众党党员 你民众党党员 A你民众党的钱 我靠得了啊 对不对 我是美利导董事长 就A我美利导自己的钱 那就是你有这个身份 还A这个钱嘛 这个背信最成立 而且背信我告诉你 有个好玩的事情 二审定业 三年到五年就坐牢了 我跟你讲 柯文哲挂了 在这边宣布 柯文哲坐牢坐定了 四千万是重大金额 你知道吗 你A的民众党四千万 然后你把借名登记 放在李文娟李文忠身上 本来想要利用咖啡厅的东西 钱再经过第二轮洗钱嘛 他儿子的一个公司 就是本来要用他儿子的公司 再洗一遍 洗白嘛 洗到柯家嘛 从木可洗到什么 他的儿子这个叫什么 怎么咬嘛 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东西很简单啊 这都在洗钱 还加一个洗钱防治法 我跟你讲 好几条罪名 判了三年跟五年 柯文哲跑不掉了 所以刚刚好就是说 这里面有一个就是 宇轩提醒我们这个事情 这个是一个不是很大的事情 但是100%会中标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大 那个沈静晶那个东西啊 还不容易中标 因为查不到金流 对 他还有一些主观认定的问题 他的犯罪要件 到底这个是不是首长权限 到底是不是首长的法律法定权限 还是非法定权限 到时候到了二审三审还会告 可是这个玩意木可这个不用谈啊 你就是A钱嘛 对 你就把你小草捐给你的钱 你就A到木可嘛 一个最重要的 他1300万的权利金你怎么交代 1300的权利金你给我放到木可公司 你不就土利木可公司吗 而且刚才讲到 1300公司在讲 你没有任何成 你没有任何给他任何 那个都不要谈 总共就是获利4000万 3900多万 是他吗我讲的嘛 我看了嘛 那这个4000多万 现在本来要分的嘛 现在捐掉了嘛 为什么要捐掉 为什么做贼心虚啊 他不就捐掉就没事了嘛 现在大家买股票都亏钱耶 怎么大家纷纷掉 居然把他捐掉 今天捐掉 为什么今天捐掉 北捐来了嘛 就是警察抓小偷 这个就很简单 因为这个事情是个问题 因为捐掉没有用 你知道吗 因为你把 你从民进民众党 把钱搬到木可 这个动作就在这背信 你再至于说你后面去捐啊 你后面去养小三啊 去搞什么慈善事业 拎掉的事情 这个部分背信 背信很简单 就是三年以下有去出行 这跑不掉的 所以柯P这一趟 所以他真的 真的像管道长讲的 犯了一个非常低级错误 而且非常低级 而且我告诉你喔 你今天讲一个句话 有道理喔 因为他总共有多少笔账的 他18万笔啊 你知道吗 所以大家说18万笔 他一张发票可以开1千万 就表示里面 这个按照现在这个 检察长代罪立功啊 他一笔一笔给你查 我告诉你柯文哲 包括这整个民众党 灭党之灾